剛剛原來的原始碼 改完之後的話其實改了哪些地方 改了這幾個地方 改了這個K 然後這個ANDK 還有K等於這個 把它出幾次一下 那有些地方你說需不需要背起來 我覺得有些地方真的太重要 我看乾脆你如果實在是不知道 你乾脆把它背一下 而且記得這個是L不是E 因為之前常常有同學卡在這個地方 然後說我是錯了 為什麼打得跟你一模一樣 結果不行 我說一定是打錯字 沒別的意外 所以你只要將來如果你寫程式 只要不要打錯字 應該都會打得蠻輕鬆蠻愜意的 因為我已經遇過N次了 大部分同學都是遇到這種狀況 那如果你要避免這個問題發生的話 我剛好講過 我是建議 如果你要寫這個程式的話 我是建議你用錢瓜糊 你先打一個.end有沒有 然後用選的 如果你用選的 絕對不會錯 OK 選的絕對不會錯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好 你真的要自己打 請你打小寫 XL DOWN 有沒有 然後後過阿虎一下 然後記得你移開之後 如果這個D有變大寫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是OK的 有沒有發現D有變大寫 但是有一種情況 你打E然後打一個D 你把它移開 小寫對不對 移開小寫還是小寫 有沒有發現 那表示什麼 沒別的原因 打錯了啦 就這樣子 那如果你執勤的話 你會發現 我看一下 它錯誤訊息是什麼 應該是1004吧 因為我每次看到都是同學 1004 對 反正你看到1004 你就是想到 你打錯字就對了 OK 因為常常同學會給我訊息 那我大概沒意外 什麼 1004 打錯字了 就這樣子 所以你說 這有很困難嗎 我覺得最難的地方就是 大家可能就是怎麼講 就是一些小地方也不大 但是就是那個地方 錯了就錯了 哪怕你隨便亂改 你也改不出來 所以怎麼辦 如果發生這種錯誤 如果你實在找不到原因 我建議啦 你直接拿我對的那一行貼過來 應該就過了 OK 然後呢 你再把兩行比對一下 你就知道錯在哪裡了 那千萬不要一直亂改 我想說 老師我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什麼 改成什麼 改100個樣子也是不會對 反正你就找對的一次就搞定 OK 我覺得程式這樣 千萬不要亂改 OK 那這邊的話應該知道這裡 XLO 有沒有 移開也就大寫了 那這個時候按F8 就過了 就是這樣而已 OK 所以很多同學說 老師程式很困難 我覺得最困難的就是 可能你對於寫程式那個觀念 可能還是需要調整一下 像我的習慣 我絕對不會亂 反正我就是找對的就對了 OK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 如果有一個正確的範本 我一定把它趕快留下來 為什麼 因為將來如果出錯 我就拿對的比一下 我就知道哪裡錯了 OK 所以我要怎麼能夠寫越複雜的程式 就是我先站在一個基礎之上 然後再衍生出去 就不會說一下子錯 我也不知道錯在哪裡 OK 所以慢慢堆積上來 OK 那這樣執行 那你會發現 其實大概花個幾秒鐘 全部的網頁的資料呢 就通通下來了 怎麼沒有 怎麼會這樣 沒關係再跑一次 有嗎 有在閃動 OK 那抓完之後的話呢 怎麼沒有 我知道了 這邊少加一啦 可是少加一也不至於吧 然後還有什麼 執行一下 剛剛少加一 少加一有這麼嚴重嗎 看一下 原來加一就這麼嚴重了 這怎麼會這樣 OK 算了有興趣的同學 你就再設個中斷點看看 為什麼會加一差那麼多 你可以把這個拿掉 差一個加一 就這樣子不一樣 那所以 再來的話 第一個我們完成了 所以這個程式 請各位自己再把它熟悉一下 應該並不複雜吧 我們只有改了兩個地方 一個是這個 i的部分 加一個for圍圈 第二個的話 就是再加個k k的話其實跟上個禮拜那個 前七名的概念很類似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k很厲害 我很多地方就很喜歡用這個k 無論是加一 或者是向下追蹤加一 或者是其他地方 我發現我還蠻常用到的 所以這一招的話 其實可以學起來 那將來呢 如果你遇到那種狀況 反正你需要一個變數 你就再加一個變 像k就是自己變出來 也就是說你有個地方需要變動 然後變動有個規則性 你就找它的規則性 把它加到回圈裡面 那這件事情就得到解決了 大概是這樣子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程式也不用寫太複雜 就這樣子 就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你看程式就可以瞬間 幫我們把所有的資料抓下來 但問題還沒解決 你必須還要解決三個問題 哪三個問題 第一個喔 這第一頁是有藍位名稱對不對 那第二頁有沒有 第二頁 這邊怎麼 不對 這可能要先把它刪掉 所以我是建議 你可以在這個程式開頭 再加一行 把那個資料刪掉那一行 還記得吧 sales.clear 有沒有 clear的話就是把它清除全部 那這個sales.clear 意思就是說 就是全選刪除的意思 OK喔 然後把它clear 這樣的話就會把舊資料先清空 然後再把新資料給抓下來 好 那你會發現喔 第一頁有 第二頁也有 第三頁有沒有 第三頁也有 所以 藍位名稱會非常的多 所以第一個問題 如何刪除多餘的藍位名稱 OK 當然這個方法很多啦 你也可以寫一個VBA程式 VBA程式的話 你可以從4i等於留下第一個嘛 所以第二開始 4i等於第二列開始 然後一直往下追蹤 那我要刪除的 如果說它的這個A欄的資料裡面是日期好了 如果A欄裡面的資料是日期兩個字 那就幫我把這一列給刪掉 可不可以 可以 那至於什麼寫 其實五行程式喔 也可以把這個問題搞定 可是問題如果你不會寫沒關係 等一下可以用排序也可以 第一個問題 如何刪除多餘的列 第二個話呢 如何刪除你會發現喔 其實我們要的資料其實是這個啦 但是它中間會有兩列是空白的 所以這兩列怎麼刪掉 OK 當然你也可以用VBA寫啦 不過如果你不用VBA也怎麼辦 OK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號碼有六個 可是問題來了 他六個號碼 但是他把它放同一個儲存格 那如果我今天用CountIf來計算的話 很抱歉不行 所以呢 你需要怎麼 你需要把這個 把六個號碼把它切割開來 那怎麼切割呢 OK 那不是這樣你點兩下 然後抓第一個 複製貼到這邊 抓第二個 複製貼過來 那這樣好像不得了 那號碼這麼多 所以喔 你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不寫程式的話 其實你可以利用那個 Ecell裡面有個功能 叫做資料剖析 也就是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號碼 幫你根據它的符號 然後呢把資料切開來 放到另外六個儲存格裡面去 至於怎麼做啦 請各位試試看 有三個問題 可以把它解決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請各位試著解決 它還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不用寫程式 但如果你會寫程式 而且你覺得應該沒問題 你可以寫寫看 所以第一個問題喔 是每一頁的開頭都有欄位名稱 會造成底下 其實有多 從第二頁到第68頁都多的 欄位名稱要 那一列要刪掉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日期部分有兩列是多餘的 有沒有 然後第三個問題呢 就是大樂透號碼 必須要把它切開來 切分在另外六個儲存格裡面 把它分開來 這個要怎麼做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不會做 變成要塗法鏈鋼 那真的是很浪費時間 所以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